上岭了 上岭之前 我们把这个翻回去 因为我们都已经烫好了 翻回去 不要全部翻 这个脚不用翻 就这样方便上岭 我们这里是一公分 上的缝分一公分 我们可以这样画一下 这边也是一公分交叉 找到这个交叉点 这个交叉点很重要 交叉点在这里 那我们这里 也有交叉点 交叉点对准交叉点 我们先开始来上 这个顶子这里 记住你们测顶子的时候 不要从这里全部测起来 这里是有一公分的缝分的 从我们打检口 我们打倒针在这里 开始 稍微留一点点 空隙 留个0.1不到吧 0.1差一点点 从这开始起针 从这开始起针 这个焦点 这个焦点 跟下面这个焦点 是吻合的 把针插下去 打检口 打检口是打在下面 这一层这里 记住一定要把针插下去 这个剪口是打在针的边缘 靠近针 然后柴然把它转过来 对准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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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领 后领的正中间这个减口 对准后中 这边我们同样 找出这个转角点 高手是不用画的 在这里 我发的目的是 让大家知道这个原理 因为有些小白 他根本不懂 这边我们同样也翻过来 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打了检口 很容易烂了 这个面料很薄 同样 我们搓到这里 打到针的这个剪口 这里要出到这个位置 打到针的这个 打到针的相差0.005吧 不到0.1 0.1的一半 OK 上领子这里有一个重点 我要说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拉反了 你看这个是领面 这个是领里 烫的时候 你看领里 它是领面 进去了一点点 是吧 那么这个领里 跟这个大声是拼接的 千万不要拉出来 因为我们等下成品做好了之后 是这样的 是吧 好了 那我们现在把挂面这块 定好 把挂面这块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交叉的 这里有一个检口 正检口 这边有一个检口 我们先把这个两层固定一下 剪口重叠 这个后领窝啊 这里啊 把多余的边条修掉哈 千万不要拉 拉了呢 很容易变形 好 这个 薄刀翻过去了哈 看清楚了 靠近哈 这个空隙 那么我转角这里有个一公分 这画好了哈 这个剪口味 那么如果哈 你的面部的剪口味 螺洞了一点点 或者从尖缝过来了一点点 这个没有关系的啊 那么你上另一边的时候呢 也要从尖缝过去一点点的 这样呢才行 后中剪口 对整后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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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OK 那么打剪口一定要打到位 不然打破了 刚好就是转角隔这个线 隔那个0.1度不到 这样翻过来的角就是很方正的 接着我们来烫一下 把这个缝 就是我们上顶车的缝 给它烫开 对 做衣服最难的啊 也就是西装 还有气袍 蓝章的工艺更加复杂 很多市面上的衣服 它不会给你开放的 直接它这个 往一边倒 那样做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对比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工艺 和这样的 版型的西装 淘宝的卖的高的价格是2600一件 普通的B8都要500多一件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也许这些工艺在其他的老师那里是不会教的啊 在我这里是毫无法 留在几胶 那么像这里啊 打不开 你可以打一个稍微打一个减口 另一边也是这样烫一下 但是我刚刚就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领波都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来看一下 这个领角是很方正 是吧 不会出现圆磕的 这类的情况 那么这里呢 也是非常平整的 然后用烫抖 这边的反面 看一下这个角 也都是很方正 我们从反面开始烫 顺面不怎么好烫 有吸风烫台 你就用吸风烫台吸住 吸风烫台烫了它就定型 它帮你定型的 它帮你定型的 烫好之后啊 那这个就这样的 领角分明 这边的这边 然后呢我们可以现在把翻驳线烫一下哈 也就是我们这都套好了 然后利用这个桌子的角 然后利用这个桌子的角放在这里 把锈笼卡在这个地方 我们线钉做好了翻车线的位置 做好了标记 我们只烫啊 这里千万不要烫哈 这就让它成活动的一样的 这里就稍微压一下而已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哈 这边呢我们就用不到这个角 就用这里 把它烫一下 把它烫一下 这个领子的造型基本上就出来了 领子这些形状都烫好了之后啊 那我们再用双面胶 固定哈 就这一段 两层固定 记住哈 这个领子一定要铺平呢 你也可以直接车线 好不用双面胶也行 另一边哈 同样也要固定一下两层啊 就这一段 好那我就不一示范了哈 固定了两层之后啊 那我们把下一段哈 这个开封的这里固定 固定的位置 一定要把这个领子摸平了 摸平了之后啊 摸平了之后啊 再从这里来 直接从这里测一道线哈 缝堆好缝 增机可以开大一点 这只是固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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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这个缝都是开着的 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 就里面的那个布 给它固定 那我们这里 这个多出来的 我们不用剪掉 就像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毛边在这里了 我们这层会把它盖住 没有关系 尖缝对好尖缝 底部呢 像这个底部呢 尽量比面部 稍微进来一个0.1 0.2 防止底部变小 小了之后呢 那我们上了袖都会扯住 就会出现问题 进来一个0.1 0.2 像这个啊 它是怎样的 它会从哪里平 你就让它 你千万不要让它扯住 往这边 往这边挤 好 往右边挤 顺着它 它是怎样的 好 你看 我把它摆平 摆平之后 你看它会进来一些 进来一些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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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口位 搞定了 这就固定了 那么另一边也是一样的 OK